今天我們走向 到底四樓會打野嗎 I go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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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wrong Holy shit 嘿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尚恩 到底四樓會不會打野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首先呢如果你覺得四樓會打野的話 請幫影片點個讚 還沒訂閱可以考慮訂閱 主要是我們的IG歡迎追蹤 我們還可以看到 人覺得四樓是會打野的 不過呢我們還是要吐槽一下 官方的排位系統 我認為呢比較好玩的是巔峰賽 一來呢是真正的單牌 二來呢 會把我們名字蓋起來 老實說呢玩這個賬號 其實我們不太喜歡打野 基本上十場裡面呢有九場都是 從第一隻野怪都還沒吃完 就被敵方過來亂 好消息呢是有時候 隊友會過來幫忙防守 幫忙看視野 可是有些時候呢 還真的是 不會來幫 只能看著我們的野怪呢 眼睜睜的 一波又一波的被吃掉 那莫拉改版之後呢 我們玩了好幾場囉 不管是凱撒還是大野 我們來分享一下莫拉的心得 老實說呢這版本的莫拉是很可以玩的 傷害非常的高唷 舉個例子來說呢 如果我們有帶死亡詛咒 牛馬有王者劍 基本上呢一套是可以收掉敵方的後排的 而且呢就算刷到一大堆人 還保有80%的傷害 是很可以的 再來啊這版的莫拉呢不需要勸到人 畢竟呢我們破防已經去被動那邊了 整體來說呢跟以前相比 除了傷害比較高之外 也更容易的 打出我們的連招 要求低很多 首先呢我們不需要很麻煩的普攻掉被動 再來呢我們也不需要二技能的邊緣破防命中 只要呢 基本上刷掉人 傷害就可以打出來了 那莫拉呢是有點大好或者大壞的英雄 他需要經濟 不管走凱還是走打野呢 思路都是一樣的 只要有錢呢就可以很狂很秀 沒錢的話呢 你打敵方沒有什麼傷害 這樣子你造成威脅最便利 你威脅便利之後呢敵方的後排會不怕你 而且呢前排還會更積極的去找你的影子 所以呢這版本的莫拉 是個大好或者大壞的英雄 再來呢莫拉有一個需求 那是呢我們需要有會玩的輔助或者中路來幫你看視野 所謂的會玩呢至少有意識或者觀念 或者操作要跟得上對面 不然的話呢如果你的隊友都不會玩 那你玩莫拉的話會挺痛苦的喔 尤其是呢如果逆風局隊友不敢來看的話 地圖黑媽媽的話呢是很難玩外他的 雖然莫拉還是有一些條件的 你充分的了解這些條件之後呢 那樣的話 你就可以做好心理準備 才有秀起來的本錢 莫拉這英雄呢改版改強之後呢 我們是挺看好他的 畢竟呢在改強之前 這個傷害提升之前呢 在AIC職業賽的凱撒路 或者打野都可以看到他 OK 這個連招天衣無縫 夸克勾過來剛好勾進我們大招的刷子裡面 再來利用一普攻 可以看得出來呢我們的一普攻傷害是挺高的 找到個星葵 利用無敵躲過他刷他一套 像星葵 奇羅這些打野英雄喔 他們都是偏脆皮 基本上呢打星葵 打奇羅是沒什麼問題的 以單挑來說呢完全不怕 莫拉真正怕的呢 其實是有控制的輔助英雄 最煩的呢像是 夸克阿 洛克希阿 幸好這一場夸克在我們隊友走 艾瑞的話呢則比較 OK一點 也是挺煩的 我認為最煩人的是呢 購得很準的 夸克 剛好這一場夸克在我們隊友著 挺舒服 再來呢有一隻最近也很常見的打野 叫悟空 相信大家都很常遇到悟空吧 不管什麼單位 莫拉跟悟空的關係呢 大概四等前 我們可以欺負悟空 不過中期呢悟空可以欺負我們 畢竟到中期呢 悟空是一套可以瞄我們的 而我們的傷害稍微的還不夠 不過呢到了後期又反過來了 後期的莫拉呢也是不怕悟空的 基本上呢一套是可以刷死他的 如果悟空開二技能增加悟防的話呢 也可以把他刷成 我們來吃個凱撒 從以前呢去玩莫拉 我們就很喜歡用他來吃凱撒喔 吃過了各種各樣的凱撒 我們的二技能跟三技能流用的話呢 可以躲過凱撒的傷害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以前凱撒長什麼樣子 一開始呢是一隻大猩猩 後來變成一條蟲 現在變成一個類似 龍嗎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魔神凱撒吧 魔神凱撒 影子放遠一點 關於莫拉的出裝呢 基本上都是這一套了 吸血的話呢就是看我們 ROE的五顆奪出來 找到伯頓 大家最近應該 有很常遇到改版後的伯頓吧 伯頓的大招呢 是飛過來0.5秒之後 才會幫你爆起來 有位移的英雄呢 都可以躲過伯頓的大招 訣竅就是呢 不要急著太快位移 等那個 大招呢在你腳下 形成一個石塊的時候 在位移 那就可以閃到了 這場呢注意到敵方的英雄 其實呢都是偏脆皮的 所以呢我們還可以刷得很開心 不過呢這邊 敵方偶爾也會反打一下 像最近 我們就少兩個隊友 除了伯頓以外呢 我們刷他們 其他人都是很開心的 傷害對於很高 夜叉玩得不錯喔 抓到敵方的星葵 這時候 這時候沒事也啊 小心的 用他們輔助來刷個大招 同時呢刷敵方的後排 我們夸克往前走了 跟上 這裡呢夸克相當的秀喔 一個瞬移抓到勇 後來我們也圈一圈 把剩下的處理了 是一個很漂亮的 合作 如果你是夸克呢 他給你一個很恐怖的觀念 喔這邊單殺了 拉子 如果呢你是夸克 你剛剛很漂亮的瞬移 把勇抓過來 再把兩個人吸著 這時候呢如果你隊友 沒有跟上你 請問是什麼樣的感覺 對不對 從一個天性的操作變成 送頭的操作 所以啊傳說呢 是一個5比5的遊戲喔 這也回應了我們一開始的 排位系統的吐槽 由於單排呢會裝2跟3 所以呢 我覺得公平性是非常的 很具有挑戰 對單排玩家來說 如果單排的話呢 我覺得還是乖乖的 每天7點到12點打巔峰好了 我們跟這個凱撒一起推 先刷兩個被動 OK 秒掉到勇 很好用多老招數喔 很久以前呢 我們的被動要四下的時候 也會用這個野怪來刷 抓到星葵 帶著他 我們的大招呢 連鐮刀都可以刷的 哎呀真理被拉茲 踢到了一腳喔 沒關係 最後普攻卻取主堡 遊戲結束 看得出來呢 莫拉缺點還是偏脆皮的 一腳差點把我們出來飛 以上是我們帶來莫拉 帶來的實戰解說 四樓會不會帶來呢 相信大家都有答案了吧 最後呢感謝你收看 我是尚恩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看一下 有一個記憶 我們只會動 發生什麼事 感谢观看